演说梦工厂,轮到我上场 我是陈丽燕,目前人在马来西亚吉隆坡 我的讲题是,相视而笑,莫逆于心 我是一名大学新鲜人 自从上了大学啊,性格方面就有了些变化 我不再那么微微缩缩,也变得比较主动和勇敢了 我想这就是新环境的魔力吧 但这个变化也给我带来了一点点的困扰 身处新环境的我想要赶紧认识新朋友 往往会因为自己对新朋友展现过多的日期 又或者被过往的那下性格拖住了后脚 我觉得后悔 也因如此,我愈发想念我的昔日好友们了 相视而笑,莫逆于心 当我一看到这个标题啊,我脑海里不现的 是手机镜头前,我和四位女孩 蓝群白衣傻笑的模样 我想念的是每天早上如意不决在想着要吃些什么 最后却总是吃回杂饭的我们 我想念的是明明没有失恋 唱K时却总用失恋歌曲开场的我们 我想念的是躺在国字楼原型舞台上排成五角星的我们 而我最最最最想念的是只看对方一眼,便知道彼此在想些什么的我们 这篇演说除了献给演说梦工厂,也要献给我的昔日好友们 在这里我引用一段歌词 不管你是风生垂起,或一时偶尔低迷 回头吃饭的我和你,我们在高歌一曲 谢谢